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13号 中国国家足球前主帅李铁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这个事情是一个叫李平康1991 这91年生的 就是微博的一个大V什么的这种 他说的 他就爆料的 他说多个消息员确认李铁确实出了点情况 不过之前的情况看被带走也不一定就会坐实 只不过尴尬的是 昨天刚刚官宣加入世界杯解说天团 解说都天团 那踢足球的算个屁 为什么周文是这个样子的 踢足球的是什么东西 你已经上天了嘛 踢足球那些梅西什么罗纳多那些 那些是什么楼洛 蟑螂 蟑螂在下面踢球 我解说的我才是天团 如果不能在世界杯开始前回来 你看到没 他这个事就等于公开了 他不是踢足球的吗 他是解说员 他不是主帅的 什么叫他不是踢足球的 他不是解说员 什么意思你在说啥 他不是主帅嘛 主帅不是应该上场踢的吗 主帅不是应该上场踢的吗 但是你进不了你水平低啊 你只能在外面看看嘛 就解说嘛 你知道吗 所以很莫名其妙 就是你都不进去 你还可以这么牛逼的话 那你还记事就没干啥呢 拿着时间去好好练习 练习你的踢球技术 干嘛要 你要干嘛 他要求注意力 让我们注意都注意 放在他手上 不能在别的地方 你把那个东西压着来 压着他那个玩具了 不行你得站起来 卡在里面 就是 那目前中国 因为中国没有任何的官方消息源 说这件事情 通报这件事情 或者是证实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人就说他只能看他 他现在是处于这种失联状态 或者很多消息源 就是知道他没消息了 失联了 所以就晚上吃饱死了 我要吐了 先把气床好了 顺着点说话 不是吃太饱了 这边牛肉做的牛肉面香的吃太饱了 又汤也喝干干净净的 所以他这个 所以只能看他到时候是不是回来 就是中国他这个带走调查 也不说是怎么回事 他这个不管是反贪还是干嘛 不过他这个事情可能是反贪 是中国这个政府啊 会足血搞的这种反贪 才会去带走调查他 因为这个 这个推特上有人发的这个 有人找到一个人 他在一个联合早报八月 八月份的时候 八九月份的时候 一篇新闻说的是 中国足联筹备 筹备组誓言打 严打中甲 或存在的甲赌黑现象 就是这条新闻说 新华社报道中国足 中足联筹备组组长史强 星期天 8月28日在中甲联赛 赛峰赛季工作会 意上坦言 职业联赛什么什么 暴露问题什么什么 强调严肃赛峰赛季 将是下一阶段工作的 重中之重 严肃赛峰赛季 跟那个李铁有什么关系 然后这个这个新闻下面 就有一个网友 他回复了一个说 李铁在武汉贪了几千万 不抓他抓谁 然后这个李铁被带走 新闻出来以后 就有网友说 卧槽神预言 你这是神预言 这个评论下面评论 因为他是8月份评论的 他8月份说带走李铁 知道吧 所以说可能是查他这个 甲赌黑什么 所谓的乱七八糟的这些屁玩意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中国踢足球的有个就是什么 郝海东 是吧 知道 这两个人其实足球踢的都还不错的 中国人里面 他这个李铁 李铁就是这个 今年是45岁 他曾在2002年到06年的时候 还在英超的一个爱福顿队踢球 他还去英超踢球 英超年薪的话也很高的 就是这个 然后08年返回中国担任组教练 担任在中国的足球的超级连赛工作 是12年起担任教练工作 19年底的时候李铁 李铁接替这个意大利籍的纳比 担任国足组帅 就是19年底的时候 到21年12月份的时候 19年底的话 那就是刚刚武汉病毒出来 21年底辞职 由李铁接任 由国足组帅 反正看中国足球这件事情非常没意思 这看了我也不关心 反正 但是你说足球这个运动还是一个相当 其实说白了 很多人关注的话 那就是他里面钱很多了 不管是国家还是你踢的再烂 那也是很多人看的 因为你没除了看这个东西 你看啥没东西看了 你知道吗 还看啥 就是钱很多 这么大一个国家 然后这个足球踢的你说他踢的这么烂 但还是很多人去关注他 你像这次李铁被带走事情 哇 中国足坛怎么大震动啊 什么的 你问题是你哪来的足坛呢 你知道吗 你说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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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家小国家他没有那么多经费的 你像你那个南美洲阿根廷是梅西阿根廷吗 然后然后这个这个罗纳尔多他们都是南美洲了巴西队足球队 他们也没有说没有说需要很多经费才怎样 就就就 就 对啊 才会那都是顶级的踢足球的人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单纯的就是关注这项运动 你知道吗 但是中国这个足球呃这么烂这么没劲哈 但是我但是我看过这个李铁好像是世界杯参加过世界杯的哈 在世界杯上提 我我我我我之前看到 看过的还有郝海东 这两个人踢足球单独 这个足球运动员上这两个人都是意识挺好的了 知道吗 这两个人其实都是踢足球踢的蛮好的了 即使放在国外的话 对吧 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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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这两个人其实都踢的蛮好 就从踢足球上 为什么这样说 就是我觉得可能你关注一个运动的时候 你可能除了呃这个运动是是呃我们中国的哈 中国人踢参加的 然后呃 国家有这么大一个一一堆东西一堆这个精力资源放在这上面 那可能更要关注的是怎么把这个运动玩的有意思一点 你知道吗 嗯你像你为什么穷的国家这些小穷穷屁烂国家也他妈的近世界被踢得很好 而起码干掉你中国队嘛你知道吗 对 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 你怎么就是说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这种 就像就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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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这个这个爆料李铁被带走这个人好像 呃 挺代表这个中国人看足球的这个这个这个观点了吧 对吧 对 我们解说天团啊 你知道吗 我们世界杯解说天团啊 是 赶快世界杯要开始了 我们要参加 你是解说参加老大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 就是你你怎么可以说 非常呃公然的 就是心心安理得的去去这样去参与到这样一个运动当中呢 你你去你去干嘛 就在里面干行不行 就足球场上干行不行啊 你知道吗 你先进去嘛 他踢不了啊 没那个水平啊 踢不去啊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这个问题堵在那边的话 我是他妈没这个屌脸在那说解说天团啊 然后世界杯咋地 我他妈又没劲 我看个屁世界杯 你知道吗 嗯 你你你起码 这样是正常的吧 同样你有这个想法 或者说有这个意识的话 那说不定反过来会帮助你这个足球运动的发展 对吧 这个更加的对 你要求得有一点 没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要求吧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运动的这个环境 你像我们在我们这边双休日 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人就是打排球踢足球 打篮球 然后骑自行车 而且小孩子都踢足球 对对对的都是 然后你你没有场地 四五岁这种小孩子 在自己家前面草地上 或者空地上就小孩就体验 大人就这样踢的 每个双休日都是什么打排球 这边运动运动很很很 但是你在中国你有看到双休日 你有你有看到那种就是到处都是的很很容易看到 反而就是因为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这种这种 你好像都没踢你你这个技术就达不到水平 不光是技术原因 原因还有你这个组织这个腐败 到各种的原因导致你不能跟这个国际国际水平接轨 然后呢 你还可以架空这些东西空的架空在那边 哦世界杯啊 我们解说啊 我们天团啊 不知道在兴奉了什么境运 我觉得这是导致这个这个 呃你你你这个运动更加没办法发展 你知道吗 你是想到这个方向就不是往这个方向去 你你让中国小孩子 中国小孩子看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踢足球的都他妈外国人 我中国人是不是他妈腿有毛病踢不了球啊 小孩子怎么踢球呢 我们这边小孩子踢球他妈个个看着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的谁谁明星啊 我们这边谁踢的赚了多少钱 然后又获得了名誉啊 金钱的各种利益 对吧 跟我们一样的人 我们这边现在不是又世界杯开始吗 我们这边他他好多小孩子买这种世界杯的册子 对 然后就是然后各种足球明星 对 我还买这个 对对对 这个我你可以把我买的 那个册子贴的那个 你不知道咋贴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在哪里啊 那个东西拿过来也看一下好了 那个我放那个餐巾纸那个柜子里 这个这个奖杯 他们这边对于运动的对足球这个东西啊 超级热爱 很重的 我看我看挺好玩的 好多小孩子都是拿这个册子 然后贴足球明星 拿过来看看 拿过来看看吧 你去哪 你说这样能不认识足球明星 能不接触到足球吗 我儿子特别好玩 我给他我给他这个东西他我教他要亲一下 然后举起来 他就每次拿这个打下来亲一下举起来 你把他叫过来展示一下 你那个贴纸那个东西是搞什么东西 我是被你懂 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好玩的 这个是有近年仪 那个是活动参与完的 他是各种策子 然后球队球员 你根据各个球队有 比如说这次的世界被参加哪些球员 然后你根据每个队的球员而头像 然后名字你就贴在那个相应的那边 你去拿过来看一下 你讲的清楚吗 你去哪呀 不知道在哪里 我跟你说了就在哪里 听不见 我不知道在哪里 我走过去我要上镜 我不上镜 我也不想上镜 我告诉你我什么不想上镜 我的裤子不想上镜 那就算了 下一回吧 那就这样吧 就是有这些 这些东西都蛮贵的 我们这些东西花差不多两三百了 两百多块钱 就正版的这种东西 就是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贴纸 这种对吧 一个厕子然后贴纸这种东西 就是商场里面大人小孩儿各种年龄的都在玩这个东西 对 他们对足球的这种感觉 我感觉不是说你这个就是把自己叫个天团了 或者说就结束了的这种 好像虽然说你踢的不行 但是这些人还是在关注 还是很多人去关注他 还是很多人对他充满希望 其实这一点说的是什么 就是这种其实就是一个play的精神 就是一个这种玩的精神 你知道吗 你像中国 你像你像这个如果说这个李铁被带走调查 他是如果李铁被带走调查是因为说不败什么的 这是其他主题的 你说不败什么 你不能接地就走到这 你按照我的天我就录完了 你把那个给他玩一玩 你把那个给他玩一玩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那个刚刚那个 如果说前面说哪里 福败带走调查 那么就是刚刚那条新闻 那条新闻你听我讲了吗 他说强调严肃赛风赛季 就是你中国政府 他去 气急败坏的走了 踢过去 你就是中国政府 共产党他其实搞这个东西 他说的很好听 然后他自己不做 然后搞不成 然后他就通过 他即使要人命 他也要达成他自己的理念 然后就会有一个长期的这种 他在搞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特点 就是搞啥东西都特别严肃 你知道吗 如果是正常国家 政府去搞一些东西 是本来比较严肃的东西 可能也不会说严肃到说 那种严肃跟中国政府的那种严肃 是完全不一样的 知道吗 就你该开玩笑还开玩笑 对吧 因为你人不可能不犯错 你像中国就没有说万圣节 这种东西 对吧 这个万圣节就是一个说明 我刚我想说的这种 什么是play的精神 什么是不严肃 你搞这种严肃的东西不好 这个万圣节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因为大家万圣节就学鬼 就开玩笑 吓人或者杀人这种 甚至是恐怖的东西都拿出来 因为这种东西就存在 你不可能 就是把头埋到沙子里面 你不看的避免的那是你自己骗自己的嘛 知道吗 所以你这种严肃也是假的东西 知道吧 你根本就搞不好 根本就不承认这个现状 面对 对啊 然后还要很严肃 对吧 你他妈不能跟我开玩笑 还有人说李铁说了什么 如果不是防疫什么的 有可能李铁好像说过一句话说 如果不是防疫政策什么的 他们在他们哪场比赛可以打赢 还是什么的 好像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所以说 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他被戴总调查 也可能是 也可能是也可能是 因为郝海东跑到国外去 然后天天骂他 郝海东说李铁就说 他不在中国发展 说李铁越炮什么的 我怎么觉得郝海东跟郭文贵搞在一起 整天就搞这些 乐炮啦什么这种 几批几批什么的 就讲这种东西 这是啥好讲的 那乐炮就去乐本怎么样 又能怎样呢 我也不知道 就像那个王力和那个 那个还有那个钢琴那个叫什么 那个人 不是就是 人家瓢季 那一个月高兴付钱 一个愿意收费 愿意被瓢 那就去呗 我靠你这么开放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早跟我说 你去 我不去 感受你的狗嘴 哈哈哈 所以 他这个他这个呃 前面说什么啊 你又给这搞了什么 调记去了 郝海东和郭文贵 就是郝海东出这个事情门 然后就公然反对中国政府嘛 所以我感觉李铁被带走 他所谓的带走 有可能是思想教育一下 开个党党会啥的 对吧 嗯 你得说一说中国政府的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 嗯 他马上要解说世界杯 然后很多人关注 对吧 你到时候说话 他妈得注意一点 然后就放回去解说世界杯去吧 有可能啊 没啥东西啊 对 所以我还是我回到我想说的这个重点 就是可能不是说一味的 因为因为他是我的小孩 我就什么都说他好 好 我可能因为如果他确实不好的一些东西 大家都讨厌他 我的儿子 那我不说他的话 那就别人去说他 别人去说他跟我说他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所以必须得 我不可能什么东西都说他好 我必须得 他他有些确实不对的地方 确实不好的东西 我就半开玩笑的就骂骂他 结束了 对吧 这也是一个play的精神 但是要要要要你 就是要抓住一个点 就是他能意识到这个是不好的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这就是说 我只是说明一个play的精神 你知道吗 就是玩的精神 你可能不能非常的严肃 就是我非常 我也我非常喜欢外国的 国外这个这种 stand up comedy 这种全世界很多人都喜欢 对吧 你喜欢到底是啥 你知道吗 就是他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play的精神 一个这种开玩笑 像万圣节这种 就你非常严肃的去搞东西 一是你搞不好 知道吗 第二你给 你会害人 你知道吧 你非常严肃的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谁都不能让你那个面子 怎么样 就像中国共产党一样的 中国政府一样的 你看他搞的好事情吗 他搞不好 但是他整人呢 他整的是低水不漏的 对吧 把你带走他妈谁都不知道在哪里 就搞这些东西 他就会非常直逻去搞这种 这种阴暗的这种东西 就是你一旦严肃 你不开玩笑 你不懂幽默 你不会幽默 那说明你非常的阴暗 就一定的 知道吧 你没有一个人说 那可能上帝是这样的 我觉得 神 上帝 你知道吧 神是这样的 神不开玩笑 我就跟你 我让你死 我就批死你 然后我让你 我让你 开玩笑 我让你 我让你开心 我就给你十个女的 让你给我生 反指 上帝可能不怎么开玩笑 对吧 神可能不怎么开玩笑 但是人都会犯错 那你怎么去 你可能 你在承认 你在犯错的时候 不可能让别人说 你犯了任何一点点小错 就被别人一巴掌拍死 或者怎么样 对吧 那有些不是很重要的错 或者是 你自己真的意识到了 那么就算了 就开个玩笑 算了 对吧 这个就是play的精神 那你说运动 运动 运动员就是player 运动员就是player 就是玩的人 你运动缺少的这种 最基本的这种娱乐 和怎么把它玩得更好的 这种精神 中国的足球男主 就是缺少这个 对啊 娱乐 把这个运动 看成了一项利益 这种东西 然后那 那各个踢足球的人 就觉得 我本来是对这个运动的人 不是你看成 你看成 我去玩 然后玩到 就是你看成利益 对 或者说看成一个 祖国的这个 这个文化的民族性质的这种东西 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但有个前提 你得他们稍微玩得好一点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不难 但又难在什么呢 就是你真的得去做 知道吧 这个就是中国政府 就是共产主义 这种虚无的虚无主义的这种 这种假的东西 所最缺的东西 他永远不会去做 知道啊 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建立 都是虚的 还有让我想到了一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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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开一点话题 就是 中国人在国内 很多人就比如说 你玩一样东西 你研究一个东西 然后有些家长会跟你说 你这个 你玩到最后 能怎么样呢 也就那样啊 你就把我视频插的到处都是 然后就没人看 你就妈的 你就不停的插 插开话题 你不能说 跟我说的一样的说 没有 我根据你的 然后突然间想到一个东西 我说的什么前面 你说的什么 你自己说 我不知道 我自己说 我在跟你说 就是你知道这个player 运动 运动它本身就是一个 一个玩的东西 你知道吗 实际上 即使不是玩的东西 很多很多正式的东西 也不可能说 你像科学家 生化大波照科学家 他们也是开玩笑 是吧 所以说 不可能没有这种 你不能拿来开玩笑的东西 但是这点在中国是没有的 知道吧 好像什么东西都非常严肃 严肃啊 认真的这种 然后你又啥都搞不好 对啊 那我刚刚说的我也没有差得很远 你说的是啥 我说的是比如说一个小孩对一样东西感兴趣 或者想对一个玩具感兴趣 或对一件事情 然后有些家长 就是会有些人会就会说 你这个玩的方面能怎么样呢 玩出什么东西来呢 那你这样就会 就会就会打击 打击到你就就是这种小孩去玩 或者 我觉得你当个小孩的时候 你就这样被打击了 你才是这样说 对啊 我就是从小被打击 我现在啥兴趣还好都没有 然后就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play的精神的话 你不允许 等于说 没有play精神 等于一个 等于说你不允许犯错 你知道吗 但是你犯了错 你就要隐藏起来 那 那个个都 都变成这种阴暗的心理 你犯错 你也光明正大犯错 因为你不可能不犯错 而且 犯错 也可以学到正面的东西 为什么不正确的犯错呢 你知道吗 因为 他妈的我们不能开玩笑 知道吧 你开什么玩笑 我姐说天团 你踢足球算个屁啊 太搞笑了 就是 这种搞笑 简直 这种搞笑就是 让我觉得挺 觉得非常的 没劲的时候 让我觉得非常的无聊 然后 说这个 好搞笑 这个好搞笑 就这种 就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也不是说 他真的很搞笑 真的搞笑 我就哈哈笑得我肚子疼 你知道吗 这种很没趣的 这种 很无奈的搞笑 对吧 为什么要这样搞笑 能理解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 这样去 去 这种方式去 去 对这个 对这个 对中国足球 这种关注 我觉得我关注他的话 首先 我就像这边人 关注他们自己 本地的这些足球队 还有世界杯啊 这些一样 我先看你踢的怎样 你知道吗 我不了解 我怎么不懂中国的足球啊 中国的体制 这个主帅 那个主帅 我要懂他干啥 我就知道李铁 他高高收缩的这种 我看到踢球 我觉得他挺有意识的 是一个运动员 跟普通人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我看到他是这个东西 不是说我的判断怎么正确 我是通过这个 他在 他在 他在做的时候 知道吧 他在 做这个动作 他在踢球 他在运动 他在 作为一个运动员 他在 行使他的这个 职能力量的 他就是在动 他在表现 他在表演 这个东西才是带给 不管是中国足球 带给中国人 还是带给外国人 还是带给哪里 这是一个 这是 这是足球这个东西 带给人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你建立在这个东西基础上 再怎么多人 关注 然后卖广告费 这个费 那么费 国家经费 再怎么赚钱 几千万 亿万富翁什么的 在这个基础上 你才能 你才能 你才能去谈这些东西吧 对 你知道吗 你这个踢 踢东西都看不见 都不知道是啥 主要的东西都没有 就那么两个鸟人 踢的行 然后 你足球 本来 因为你一个队 起码得十几个人 然后再十几个替补 你就找不到 这么大一个国家 就找不到这么多人 你知道吗 在一起 能说上话 就找不到 那你怎么可能指望 你在中国大马路上 碰到一个能说话的人呢 你知道吗 你说啥呢 你连足球队都说不起来 你知道吗 为什么踢 为什么踢不了世界杯 为什么水平差 就是团队之间没有交流 没有沟通了 对吧 那肯定是这样了 先说到这吧 好 好